已經染很久了 我說你大概染多久 嗯...應該有半年了吧 半年 小姐 半年了不起長10公分好嗎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平均一個人長頭髮每一個月是長1公分至1.5公分 很少人能一個月長超過2公分好嗎 所以你過了半... 哈囉大家好我是志願 這是一個美髮頻道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記得訂閱一下 如果還沒追蹤我的IG 趕快去追蹤我的IG 對了 我今天戴眼鏡 所以可能會有點反光 不要太在意 因為我今天早上原本想要戴以前眼鏡 但發現眼睛有點乾 那我就戴眼鏡囉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 關於頭髮染黑的事情 非常多非常多客人會把頭髮染黑 尤其是女生 女生可能會厭倦布丁頭之後就把頭髮染黑 但是告訴你 千萬不要 因為頭髮染黑之後 真的會很難再上其他的顏色 我相信你們一定都會遇到 你染黑過到SALON 然後SALON設計師就把你退貨 不然你就是重新染了一個頭髮 發現頭頂很亮 發尾都黑的 為什麼 因為頭髮染黑 會卡色 不管你是在SALON染的 或自己染的 尤其是自己染的 自己染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成分是什麼 裡面很有可能是一些金屬染 或幹嘛 你不知道成分太多了 所以他會有可能更容易卡色 但是在SALON染的 當然也有可能卡色 你自己想 黑色就是一個超級重的色素好嗎 如果你上了什麼妝幹嘛 黑色眼影一撲過去是不是全髒了 頭髮也是啊 頭髮如果染過黑的 什麼顏色上去 都會是髒的 染黑的頭髮跟你天生長的頭髮 完全不一樣 天生長出來的頭髮是有 麥娜妮色素的 但是你染黑過叫做人工色素 舉例 想跟大家聊一些故事 很多女客人都會有染黑過 然後我問她說 欸你頭髮染黑嗎 喔有啊 已經染很久了 我說你大概染多久 嗯 應該有半年了吧 半年 小姐 半年了不起長10公分好嗎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平均一個人長頭髮 每一個月是長1公分至1.5公分 很少人能一個月長超過2公分好嗎 所以你過了半年其實也就10公分吧 或者是6-7公分 你看 6-7公分就長這樣而已耶 根本就沒有你想像中文那麼長 換個想法 很多人漂過頭髮或是染身過 然後他就會說 我要燙頭髮 我要染頭髮 然後就說 喔我很久以前有染黑過 你的很久多久 你看你才長這樣 那你下面頭髮就是都不能用啊 所以你來的時候 設立室就會退貨 而且女生都會這樣 真的不行嗎 可是很久了耶 應該還好吧 沒有 超級不好 好嗎 男生的話比較簡單 因為男生頭髮你知道 他可以一直變換超短的髮型 但是女生你們可以嗎 很多女生都會說 我厭倦的布丁頭 然後你就把它染黑嘛 那染黑了之後 你能想像 如果你的長頭髮到這裡 好你的長頭髮到胸好了 一年 兩年 三年 好 讓你三年變一個長髮 你有多少個三年能變長髮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嚇唬客人 你到底有多少三年能把頭髮 留回健康的樣子 所以我真心希望 客人不要自己染黑 染黑之後想要再染別的顏色 就算是很深的咖啡 也一樣要飄 因為裡面的黑色素就是太多了 黑色素有紅色 黃色 藍色 還有核色的綜合體 而且它綁得很緊 它在頭髮上糾纏得很緊 所以你不要再說 我染一點點咖啡也染不過嗎 染不過 真的 染黑過的頭髮 就算染一點點咖啡也都染不過 如果你是長期染白髮的人 你會發現你髮尾的顏色也幾乎都吃不了色 不管上什麼顏色 了不起 就變有一點點紅紅的咖啡 如果你想要變比較淺的顏色 漂吧 當然你會說 那我漂的髮質就變很差 那我該怎麼辦 邊留長邊剪短囉 總之 只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頭髮染黑過在色料上 基本上幾乎是判了死刑啊 千萬不要再自己染黑了 好嗎 真的 這很嚴重 那你告訴我 我布丁頭 我就是不想要一直長出來 那該怎麼辦 你可以去染一個很深很深的咖啡色 讓它自然的褪色跟代謝 不然 一旦你染黑了 我告訴你 以後真的沒救了 很多女客人會以為她染黑了就一勞容易 我承認 你染黑了就再也不用管布丁頭 但你想像一下 根本就沒有一個女人可以接受自己染黑 四五年就不染頭髮 我不是說全部 我是說大部分的女生 對於髮色的善變之善變 如果你忍受你的未來這一輩子都是黑髮 那你就大概幫我染黑吧 但是通常會想染過頭髮的人 都是有一點點曖昧的啦 那你曖昧通常就要有一點點的善變 不然你怎麼去追上那個流行呢 總之在這裡奉勸大家 千萬不要輕易的染黑 如果輕易染黑的話 到茶洞就要飄掉 因為 它會卡色 卡色就是這樣 不管你隔了多久 你自己幻想一下 一個月長一公分到1.5公分 一年兩年 如果你撿到這裡就OK啦 所以 自己不要以為 我染八個月已經很久了 一點都不久 就這樣喔 拜託大家 不要再染黑了 你可以染一個深一點的咖啡色 男生也一樣 染黑過 一樣染不過去 我只是提醒大家 人的青春有限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長頭髮的人 千千萬萬不要輕易的染黑 因為 人的一生中 沒那麼多次機會 一直讓你 留回長髮 除非你喜歡短髮 就剪掉 那就沒事了 如果你是長髮控 那你又要一直這樣子的話 建議你 不要染黑了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 或其他對染頭髮有問題 也歡迎跟我說 我是你的髮型師志遠 下支影片見 掰掰